欢迎来到美厅 一个家庭走向衰败的四个迹象,有一个都是坏事 家是我们永远的避风港,不管在外面住得有多好都比不上家的温暖 不管我们在外面混得有多厉害,失落了,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家 纵使家不是很大,也没有很好的家具,却有着任何地方都比不了的温馨和安全 有这么一句话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一个家庭幸福与否是可以人为努力的 但是在幸福的家庭,若是遇到这四件事也会变得不幸福 家有饲养,不败也亡 一,兄弟不和 明代徐贞记在《齿言》中说 是父母者莫善于顺,宜兄弟者莫善于让 故顺,孝之时也,让,有之本也 当哥哥姐姐对弟弟妹妹谦让,有爱 弟弟妹妹对哥哥姐姐恭敬,顺从,兄弟姊妹和睦相处 父母见此情此景,自是喜在心间 这也就是所谓的,兄道友,弟道公,兄弟墓,孝在中 曾国藩曾在道光二十三年写信给父母提到 兄弟和,虽穷蒙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是家患族必败 这句话意思是,如果兄弟和睦,虽说是穷困的小户人家,也必然兴旺 兄弟不和,虽说是世代官宦人家,也必然败落 历史早已证明,曾国藩这句话非常正确 东汉末年天下混乱,群雄并起,其中有一对亲兄弟的实力可以称得上排名前二 也是最有资本统一天下的,那就是袁绍和袁术 袁绍,袁术,两兄弟出生于四十三宫的汝南袁氏,是当时权清一时的世家大族 别说刘备,就算是曹操所在的曹氏家族都比不上袁氏地位的显赫 只可惜,因为这两兄弟私下水火不容,使得最后曹操能分而破之,成就一代霸业 袁绍是小妾生的庶子,而袁术是笛子 袁绍仪表堂堂,喜欢与明氏结交,能折结下世,因此在世大夫圈里很有名望 而袁术年少时,喜好游侠仗义,多与浪荡公子,声色全马,长大些才开始注重与明氏结交 少年时,袁术的名望是远不及袁绍的,当时袁术心里多少有点嫉妒袁绍 比如,袁术为了打击袁绍,不仅与袁绍当时最大的敌人公孙赞结为联盟 更是当着公孙赞的面称袁绍并非袁氏子孙,而是袁家的奴仆 在儒家文化盛行的时代,奴家子弟的言论是很伤人自尊的 再加上后来发生了很多事,导致袁绍与袁术关系越来越恶劣 虽然年轻时的袁术纵情声色,但也绝非等闲之辈 后来在曹操扩大军备的时候,袁绍和袁术都选择自立门户 而袁术更是一心想要自己当皇帝,袁绍也不愿意待在皇帝身边受其限制 后来二人各自闯出一番新天地 袁绍拿下了冀州、幽州等北方四周之地,袁绍称霸淮南之地 从当时的地理位置来看,他们所占据的位置太优越了 一个清幽并济四周,一个淮南附属之地 如果当时两人联手,西雀董卓,北剧公孙赞,南厄刘表刘烟 中原之地尽可掌握,恐怕曹操、刘备、孙权等人都没有出头之日了 但一二元水火不容,让诸侯们看清了袁氏格局狭小的本质 渐渐不愿意服从袁氏,葬送了袁氏,趁着汉末轻腿收拢人心的大好时机 最终都被曹操所消灭 一手好牌,因兄弟不和而打得稀烂,很是可惜 诗经、有云、凡经之人莫如兄弟 这句话意思是,普天之下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都不如兄弟间那样相爱相亲 家和万事兴,而家庭和睦的关键便是兄弟之间要和睦 兄弟和,家必仓 二,夫妻离心 什么是夫妻? 夫妻就是有夫同享,有难同当 所谓的相如以沫不如相望于江湖,不过是说给爱而不得的人听的 真正的夫妻遇到困难时,可以一起度过,享受幸福的时候也可以一起感受 两个人彼此鼓励,牵手前行,不会抛弃彼此 比如朱元璋和马皇后 朱元璋和马氏在历史上可谓是人人称道的模范夫妻 他与朱元璋感情深厚,在朱元璋平定天下,创建低业的岁月里和他患难与共 甚至有人说,如果没有马皇后,朱元璋这辈子也只能是那个穷一辈子的猪虫疤了 朱元璋称帝之后,刻薄寡闻,好杀功臣是他人生的一大污点,要不是马皇后多次劝说阻挠,恐怕死的人会更多 明史中记载,朱元璋征兵打仗的时候,马氏也是穿着军甲陪伴左右 他还经常劝说朱元璋,不要扰民,不要滥杀无辜 策立之后,马皇后一直保持着勤俭朴实的生活作风 平时也是粗茶淡饭,还亲自带领嫔妃公主们,刺绣纺织,缝补旧衣服 马皇后一生贤德身受朱元璋尊敬,就连最后病危的时候,他坚持不让太医救治 因为马皇后怕朱元璋迁怒于太医,将他们统统斩首 马皇后逝世之后,朱元璋再也没有利后 正是因为朱元璋和马皇后彼此信任,能同甘共苦,才成就了历史上这段佳话 而那些被叛对方的人,终究不会有好下场 比如嫦娥背着后裔偷吃了仙丹 最后独自一人去广寒宫孤独度日 这种被叛的后果,就是他和心爱之人永世不能相见 夫妻之间,最珍贵的东西就是风与同舟生死相伴 愿我们满头白发时,回首当年,不回当初选择彼此 历史上有这么一位人物,父亲是中国首富,岳父是中华民国总理 名字是慈禧太后赏赐的 他用了不到五十年时间,就将父亲积攒下的偌大家业败得一干二净 人到晚年,连口饱饭都吃不上,最终饿死在家门口 他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败家子,圣恩怡 圣恩怡,清末首富圣轩怀的四儿子,江湖人称圣老四 因为三个哥哥都早年夭折,他成了家里唯一的继承人 所以备受圣轩怀宠爱 他继承了圣家庞大的产业,本应该成就一番不俗的家业 但因从小受宠无度,最终成为一个挥霍无度,奢侈成性的公子哥 好赌是圣恩怡的标签 圣恩怡在赌场上创下的记录 一把牌把北京路、黄河路一带 有一百多状房子的弄堂,全部输掉 这样的赌资,一般人是不敢想象的 后来圣恩怡穷困潦倒,死在苏州流园自家宅的门口 不仅赌博能使一个人家破人亡,酗酒亦会如此 殷州王时期,殷商达到了一个空前的强盛时代 人们酗酒成风 以至于后来,周人入侵,取了商的天下 周人得了天下之后,周公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禁酒 他发布了《酒告》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禁酒令 周公为什么要这么做? 原因很简单,周人坚信殷人的亡国是酗酒造成的 上书中记载道 周公曰,无若阴王寿之迷乱,蓄于酒得在 除上文历史故事之外,我们生活中因酗酒 赌博导致家破人亡的势力比比皆是 小酌怡情,大饮伤身,小赌怡情,大赌伤身 喝酒,打牌,本是我们闲暇时的消遣娱乐活动 但如果没有把握好度 则可能会演变为赌博或酗酒滋事等不文明行为 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把握有度,适可而止 4. 家风不正 蔡元培曾在《中国人的修养》里写道 家庭者,人生最初之学校也 一生之品性,所谓百变不离其宗者 大抵胚态于家庭中 家庭氛围对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和精神风貌 有着重要影响 好家风所承载的好品质 好能力可以在一代代子孙中潜移默化相传 一个好的家风,胜过千万名校 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家族 他出过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 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 究竟是什么样的家族能这般绵延千里名人辈出 他就是被称为千年名门望族 两者第一世家的江南前世 尤其在近现代以后 前世家族涌现出一大批超一流的人才 比如科技领域 中国航天之父 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出自杭州前世 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 出自乌锡前世 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 出自湖州前世 比如200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 他是钱学森的堂职 比如文史领域 则出现了钱玄彤、钱木、钱吉伯、钱钟书、钱仲莲等大师级人物 在科技和文史两个领域 钱世家族的人才之盛 放眼全国 几乎没有一个家族能出其右 为什么钱世家族能出如此多的杰出人才 这就不得不提钱世家族的祖宗钱流 钱流 五代师国时期吴国的创始者 他在位时 曾做巴训 用于教会子孙后代 后来进一步扩充为疑训 作为钱世子孙立身处事的准则 并且严令子孙必须恪守 不得违背 子孙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 便是坏我家风 须当鸣鼓而攻 千百年来 钱流家训成为钱世子孙后代行动的准则 家训塑造家风 而良好的家风 则是钱世家族兴盛不衰的最主要原因 比如钱世家族在文史领域出了很多打架 就是得益于钱世家训中子孙虽于 诗书虚读这一条 钱家子弟 秦读成风 杨将在我们撒里记录道 有一段时间 他们的生活很贫困 家里没书可读了 钱中书不知道从哪儿找出一本新华词典读了起来 杨将觉得这也就是随便翻翻 没想到钱中书这一看就是长达半年多的时间 钱伟长的父亲去世的早 很多乡邻劝钱伟长的母亲 叫儿子早点去做手工赚钱来补贴家用 但他十分坚定地说 我就是再苦再累 也要让孩子读书 因为我们钱家的家风和古训是这么要求的 我一定要为我们钱家留下几颗读书的种子 自古以来 前世家族没有为子孙后代留下多少家财 而是留下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以及修身自重的道德规范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家风 是一个家庭的精神风气 也是一个家族的处世原则 从士族大家流传下来的家训 家谱 到普通人家父母长辈的一言一行 家规 家教的形式虽不同 但传递的都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价值取向 家风 承载过去 遇事未来 家风好 遂人不邪 以上四点 与诸君共勉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